2016年6月7日 这间绍兴市的22岁女子小雅 吃过晚饭后 和闺蜜相约去公园散步 顺便去采点枝子花 晚上9点左右 小雅和闺蜜在一个交叉路口分开 这个交叉路口离她所住的小区 只有一百多米远 这条路前后都装有监控 但是在漆黑的夜晚 小雅就这样神秘消失了 警方调取了监控画面 却始终找不到小雅的身影 随后小雅的家人在小区大门外 50米左右的灌木丛边上 发现一捧落在地上的白色枝子花 小雅的闺蜜确认 这种枝子花是他们摘的 小雅的家人认为 她很可能就是在这里 被什么人绑架了 因为小雅在家人眼里 她不是那种夜不归宿的女孩 也不可能突然离家出走 小雅是做导购的 平时除了上下班 从来不会在外面瞎混 甚至每个月的工资 都会交给父母保管 她有一个男朋友 但是他们是异地恋 男友只会在放假的时候 才来找小雅 警方也认为事情有些蹊跷 经过仔细搜查这个灌木丛 发现里面有两根 刚刚折断的小树枝 从断裂的地方看 应该是新的 而在距离灌木丛几米之外 正是发现那捧 蛇子花的地方 警方通过对现场痕迹的判断 以及对现场可能发生的情况 进行模拟 推测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小雅拿着一捧蛇子花 正准备回家 不料这时从后面串出一个人 把他强行拖到灌木丛里进行侵犯 在灌木丛里有明显的挣扎痕迹 但是这个地方恰好是监控摄像头的盲区 所以一时无法确定凶手的样貌 这个消息对于小雅的家人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他们很想知道小雅到底是死是活 警方也在努力寻找每一个可能的线索 虽然监控摄像头没有拍到凶手的样貌 但是在监控画面中 警方还是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越野车 这辆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开了好几次 最后朝静湖湿地公园方向开去 静湖湿地公园面积有15.6平方公里 公园内有200多座桥 要想在这里搜出点什么来 无异于大海闹针 但是细心的民警还是在一个桥洞下面 发现了蛛丝马迹 这里有一堆燃烧过的灰堆 桥洞顶部和墙壁都有被烟熏过的痕迹 说明这里就是焚烧地点 在桥洞东侧的一条小河中 又发现了一堆人类的骨头 如果警方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骨头恐怕就是失踪女子小雅的 凶手很可能就是在桥洞下面焚烧尸体 企图毁尸灭迹 而那辆越野车的车主有重大嫌疑 警方继续搜索 很快就找到了那辆越野车 但是司机却不见了 警方强行打开车门 果然在车里提取到一些泥土 经过检测 这些泥土和案发灌木丛林的泥土一致 经过小区居民辩认 这辆越野车的车主就住在小雅家的小区附近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很快锁定了凶手的身份 51岁的杨某 作案后他早已经逃窜到河南 于是警方调取了15名干警 于6月17日在千里之外的河南 抓捕了杨某 根据杨某交代 他当天喝了酒 回家路上遇到散步回来的小雅 于是起了邪恋 他把小雅喊叫 就捂住他的嘴 拖入了灌木丛 事后小雅昏了过去 杨某则逃离了现场 过了一会儿他怕被人发现 于是又开越野车返回 把昏迷的小雅 带到近湖失地公园 焚尸灭迹 案子虽然破了 但是还有一个疑点 凶手杨某说 自己是在喝酒的情况下 一时冲动 这个说法很可能是 在给自己减轻罪情 一个喝酒的人临时起意 还能躲开路段两头的监控摄像头 实施犯罪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她是早有预谋 小雅在离小区几十米的地方遇害 这也提醒了广大妇女 单独走夜路 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